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2月22日 星期三 剛剛說完這個突然痊癒的鄭委員 香港的前新聞處處長 再說起這個中共領導人 為甚麼每個都九十多歲那麼長命呢 因為中國有用不完的器官 所有人都有專人去看著他們的身體狀況 哪個地方需要換的就是跟他們換 Palestinian hydraulic了 中國人算是還沒提高的人聽好 中國人的民間 antibiot beleza 中國人的民間 應該成龍 大家想想 為甚麼中共的領導人那麼長命 但是中國民間的人那麼短命呢 當然他們 是不是可以隨時換器官呢 當然未必 但是這次死的那個 是一個很有錢的人 有一個萬億金融大鱷之稱 他是 中國九大資本派系 人稱中籍系掌援人解籍困 意外離世 這件事 要跟大家詳細說一下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當然現在我們被人封殺 又封了主頻道 只能夠用後備頻道廣播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們的Patreon 當然如果你有閒錢可以月費贊助 如果你可以 找到的話 家庭條件找到的話 就用電腦幫我們 無限碌 播放我們的播放清單 每一條播放清單 其實我們把播放清單 放在我們的節目內容 大家卡進去看 標題下面就是播放清單 大家 一按下去 就可以看到了 而且我們加入了大量廣告 希望可以收復多少失地 不至於 虧得太厲害 因為現在Patreon的收入 只能夠維持 一半的營運開支 現在我們全球的僱員是20人 不計我和Johnny 所以 接下來希望大家可以加入Patreon 以及我們要在這個廣告收入裏面 撥過來才可以找到錢 不然 沒有錢找到錢 沒錢出來就給貨記了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說回解殖坤 解殖坤 是早幾天 突然死 只是61歲 他的身家 幾百億左右 因為控制著過萬億的資產 這個資本 那麼一個這麼有錢的人 怎麼會突然死的呢 他要換器官 也可以換到的 問題就是 他 究竟 是不是真的 自然死亡呢 有說法 是被習近平 刺死的 這個說法很恐怖 因為中共 最近這幾年 很多財金界人士 是莫名其妙死亡 剛才我們說了金人慶 金人慶 當然很出名了 是前財長來的 突然間在家裏說被火燒死 大家想到甚麼事 這個更離譜 他說做運動 做一個 德國人研究出來的運動 心臟病發 到底是心臟病發 還是有人下毒 還是被人刺死 為甚麼會無端端這樣 有人說他可能打了疫苗 疫苗無端端就出現副作用 所以死了 長時間跟大家說一下 財新網披露 中植系 實際控制人 解直坤 在12月18日早上 撤然離世 享年60歲 可能之前有報61 解直坤在1995年 創立中植集團 在他的領導之下 中植系在金融領域開拓僵土 輝煌時後管理資產總規模達到上萬億人民幣 創造了 萬億元的金融帝國 之後他一度退隱 成為市場最神秘的金融大樂之一 報導說中植集團旗下有金融投資 拼購財富管理 新金融四大業務板塊 新金融平台包括中融信託 四大財富公司 恆天財富 新湖財富 大唐財富 高城財富 其中恆天財富規模 曾經過萬億 還有726億人民幣規模的公務 中融基金 以及幾百家私募基金 這些平台 中融信託以及四大財富公司 被譽為 中植系的板藥庫 恆大曾經在16年收購萬科 其中有91億人民幣資金就是中融信託幫他融資 中植系就是中國恆大的金主圈裏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金主 中植系長期在資本市場 都可以呼風喚雨 也有兇手葡萄白朗 即是沒有拿錢出來就可以撐到錢 2019年曾經 發生過風險 他後來 出來 粉密登場 帶來這個中植系化解危機 近期 習近平不斷打擊金融大鱷 很多資金外途的信號 所以 除了蕭建華的明天系 解直坤的中植系 亦都成為他們追擊的對象 突然間 他的死亡 是令到市場 揣測 很多 一個接近解僱的人士向媒體透露 解直坤因為早上做這個運動 由德國人發明的 皮提拉斯 一種 近期發展的 色能 體能 運動 引發不息 送院搶救失敗 也有人說 是否跟英國打了武漢肺療疫苗有關的副作用呢 因為近年中國在撤死現象越來越多 12月18日晚上 中植企業 下屬的社交媒體 在官網發佈一則副告 悲痛宣佈 企業的創辦人 掌門人解直坤離世 在北京不幸病逝 中年61歲 至於甚麼事 副告中說 因為心臟 心臟病 突發 經過搶救無效 宣告死亡 離世 是由12月17日晚上突然間心臟病發導致 到底是不是 心臟病是很難說的 所以我們也說 今晚林鄭突然間心臟病發 在北京逝世 死了那麼多人 無端端有些金融的大佬死 蕭建華失蹤 大家都不知道他的下落 習近平對於這些金融大岳 最近可以說是年年出手 搞了很多 除了金融大岳之外 還搞了這個方網大岳 每個大岳都說要捐身家 不然你也沒有命了 要共同富裕 那麼究竟是不是 習近平動手呢 還是意外呢 其實大陸人 不論有沒有錢 很多人很早死 60多歲 五十多 六十歲 大家看看最近的新聞 有些甚麼名人死了 全部都很年輕 他們究竟是甚麼原因死 好像劉曉波也是很年輕 其實現在60多歲很年輕 因為現在很多70歲的人 你看不出70歲 例如 涵校長 是嗎 曾志偉 個個都60多70歲 你看不出他的年紀 李國倫也70歲了 是不是 雖然直播沒有人買 但是也70歲了 所以70歲不老的 一點也不老的 為甚麼61歲會死呢 原因 當然是跟中國的 空氣 食物 飲水 還有疫苗有關 每一樣東西 都是 導致他們早死的原因 當然不排除他們是被人下毒的 是不是 我們可以理由相信 很多 例如之前的遼寧 遼寧的遼寧 當時薄熙來的金主 又是在獄中撤死 然後劉曉波 又在獄中突然說是癌症復發 為甚麼會有癌症 食物 禍從口入 被食物你不斷的確保養資料上萬聖自殺 到你十年八年 或者坐幾年之後 身體狀況越來越差 沒有解除 大陸就是這種 說起解直均 在A股裏面是個大陸 有很多公司 例如他直接控制的公司 美吉姆 海恩股份 美爾亞 宇順電子 准油股份 康盛股份 熔育集團 下半年還取得 ST天山控制權 新環網顯示 2003年 解植軍跟女明星毛亞文結婚 2004年替他生了女兒 06年替他生了兒子 作為一個著名企業家 他的身家當然很多 但是毛亞文跟他 很低調 月婚以來 都沒有甚麼出風頭 他的死訊一出 很多外界都一片嘩然 因為太年輕了 因為今年4月才拍到他跟一班大佬 在海南的三眼吃宵夜 當時的臉色紅潤 完全沒有任何病的跡象 現在幾個月就死了 60歲 很年輕而已 為什麼會這樣發生這件事呢 當然我們也懷疑 當中是有很大的問題 解植軍 一個人很低調 香港人對他很陌生 沒有甚麼 認識 唯一一次 高調亮相就是登 大陸的福報師富豪榜 以181萬元就位居129位 幾年前 他們的兩夫妻的名字 曾經出現在財富榜上 不過解植軍 很多次登上 是世界級富豪 現在他老婆又會成為 身家過百億的女富豪 因為老公死了 毛亞敏其實 一直以來都很低調 也很少提及 他的老公 他的身份太敏感 太有錢了 大陸 越有錢就越危險 中國的富豪榜就是湯豬榜 誰在榜上就被中共割韭菜了 那麼這次究竟 是不是真的 撤死 還是真的被習近平刺死呢 這個真的是 原案來的 如果有跟進報導 我們會再跟大家說 拜拜 比似乎 跟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